好,2017年12月27日 各位漫迷早晨 昨晚责礼物日的一场比赛 我们主场迎战搬离 真的考起大巴了 这场球我也不知道怎样说好 为什么呢? 要说的是之前那几场球都差不多说了 首先来说 我想长球的记录是2比2 长球太多仔细的东西 仔细的东西我就不常说了 因为如果昨晚长球大家都没看的话 我都没什么都说了 我想作为一个正常的漫迷都会已经看了 就算不是的话 可能你都已经看了精华 这场球真的没什么好评论 这里的画面上有一个 我会有一个连续 如果你想听这场球的问题之处 因为这场球是2比2 我觉得可以听回大巴说 普利斯托城 Pistol City 输了那场联赛杯 所说的问题所在 就是这场球 就完全显现了出来 你们如果真的要听回 这场球的问题就可以去那条链 按一按它 就听回了 这场球和那场球的唯一分别就是 我们在最后就比较幸运 幸运之神 运才同志 连格特就入多球 所以是打和 上次Pistol City 就输球 老实说 真是的 详细的东西都不多说了 因为 要骂的东西就跟Pistol City那一样 而要形容这场球的表现 只要一个字就形容完了 无论进攻和后方 都可以用一个字就形容 就是一个乱字 即是我们在Pistol City那场 曾经用过一个形容字叫街球11人 那么这场球绝对可以运用 第一 第二就是 除了街球11人之外 这场球还可以用一个乱字来形容 无论 在这个前场 或者后场 都是乱个乱世家人的 完全就不像一队友连过球的球来踢球 所以都不需要多说了 就算我们进入那两球 都是相当的行运成份 而输 那两球 又是输了一些 佛球 以及人家的 整体的合作性 就比我们 真的差很远很远很远 所以呢 我就不需要再多说了 即管说几句 我们即场讨论 我们的万迷有什么 Ray N就说 没办法 延长角打角 是不是 街球11人的一个 另外一个演绎方式 人家打整体 一个人跑多步 令到我们的球员在质素 优势完全抵消 还要打到人家的拢球上身 难打 这个就是说 大约是输 1比0 2比0 人家的拢球 阿扑 其实一直都打得很好 Bernie出笼门 真的很勤 Keef就问 第一球是否努加库出错 这个呢 我也不敢说 是出错 还是 他不错 还是怎么样 不过 都是跟他有关 不过 我想说一件事 这一场球 你又发现了一件事 就是说 人高不代表会顶球 因为其实我们的球员 基本上 每个人都一股忏地站在那里 但是 到了人家斩球 的时候 的而且确 都是一股忏地站在那里 基本上 去刑顶 去争顶 那个情况 无论在 后防 或者是 就是 讲到咳了 无论在后防 或者是 前锋 去攻坚的时候 那些投锤 都是完全 顶不了的 我发觉 尤其是 如果那个球是 斩高 球由高 凶跌下来 的时候 是完全顶不了的 大家记不记得 劳加库 不是入了两球投锤 两球都是 旁边平飞 斩出来 他就顶不了 那些球由高跌下来的 那些球员 我们的球员完全顶不了 不知为什么 失敌一球 就是一样 他斩过弗球 从高点下来的时候 就大家都 迷糊了 结果 落到地下之后 找球呢 就不知去哪 孙曼城那些球都是 都是落了地下之后 给 你想想 大家都不是 顶到那些球 而是那些球落了 去比较低的位置 劳加库 尝试去解围 或者金球球呢 尝试去找球而输球 接着连格特 入了一球 也挺漂亮的球 然后 一直继续下去 都是搞来搞去的 Terry就说 是都要被人入波子 省省 他又很生气 搞到他 追回2比2 Kevin就说 追到和都尽力了 但是他之前有个留言 就说 都看到无言 我说了 其实这件事呢 这几场球 完全是 在 摩连奴的股仗之中 待会 现在这个好YouTube 就解释给大家听 究竟发生什么事 好了 徐智叶就说 又一无分之阻 黑仔劳加库又 糟糕 很高兴 他以后就不要回来后防了 Anthony就说 拿了两分 长波 但是跟输球没分别 入了的攻势 真的没有 下场搬尼呢 下半场搬尼 放到明醒手 破不了密集 斩了又没用 哎呀 保住他第二也算是这样 Anthony就说 连加特成为救世主 贵了 真是没人猜到 落11月才复出 已经累积了五张王牌了 下场要停赛 福仔表远令人失望 整天你边停了 又不知推波好 还是 斩出来 拖曼撤 马仔连后皮都没有 不知是否又是伤了 是就真是大祸 兼邪悶 马仔这件事 暂时未有这个 消息 我都不知道 所以马仔这件事 要稍后再 再研究一下 我想说 摩连奴究竟 搞什么呢 这样 哇喂 连我们的 这个是刚刚我没准备到图 因为刚刚看到 Daniel 传给我 著名万迷 香港区的著名万迷 Mr.Hacken Lee 李克勤先生都说话 他说 伊巴的踢10号位 绝对是错误的决定 由费尔士多开始 曼联从来都不慢 贵了的时候 因为跑得快 入球都是类似 超快的反击 今场下半场 可以追回两球 亦都是因为变得快 曼联根本就不可以用拖曼组织 围攻对手 一步一步插进去的 球员 今季很多入球都是来自个别球员的高水准 个人技术 打反击的出逃 赢阿仙路是典型的例子 近几场 未相信过 还计划足总盃 比较实际 早前 各位 一吐气 诀明漫迷看的东西 都蛮OK的 我想大致上都有一定程度上的 论点 唯一的一样东西 就是说 他说得很正确的 出道快 令到我们跪出 入了很多球 但是呢 亦都另外一样东西 就是说 其实呢 在打到现在的季中 实在太多球队都看到我们这一样东西了 所以呢 这两场波就很明显的 虽然两场都是2比2 但是那个明显的地方就是什么呢 李斯特成呢 他的Style 根本上是不是跟你对高的 是不是一有机会 他就走出来跟你打 打反击的 他亦都是大部分整条 防线滑了上去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刚刚打的 那变成我们的后场就多 对方的后场就多 让我们用这个速度打 所以李奈琴呢 就说对了这一样东西 但是呢 李奈琴说那样东西呢 在这一场波对Bernie 人家基本上是有备而来 就缩住在后面跟你打的 后防呢 基本上就不是很谷得向前的 就算他们攻呢 都是找两至三丁友上来跟你攻就算的了 他就不会谷出来 那变成呢 你后防说 你说我们在前线的快速那里呢 那个优势呢 基本上是 没得发挥 不是你想发挥就发挥 而是人家 根本上就不会给你空位 那当然我都同意 不论是 伊巴拉 和这个福仔呢 他们在前面的确是拖慢了节奏的 这个的确都是事实来的 但是呢 这个季初和现在 那个速度为什么没有发挥那么好呢 其中一个大的分别就是说 对手 也都知道你这样打呢 变成他就用回同样的 防守的阵式去顶你 所以呢 就 未必是那么容易发挥到 但是呢 拖慢着也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问题的 所以呢 我觉得他基本上说话都是ok的 但是就说 他优势是不是那么容易发挥得到呢 这个就 有个问号的意思 好了 让我说一下 这场球 究竟 为什么我说摩连来运筹 这场球呢 这场球呢 我可以告诉你 就中了三样东西的 第一样东西呢 就说 曼联仍然都是维持着第二的 大家看一下联赛榜 那我们仍然呢 刚刚好就和到球呢 就一分 顶着车仔的 那我稍后就会说一下 其实曼联律在想什么 在这一样东西的情况上 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刚才我说三样东西 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2比2 有和一场 大家记不记得呢 上一场呢 记赵的时候呢 曼联律就说 我们呢 很多时候呢 2比2有很多种的和波 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这种啦 大好的优势之下 和波啦 很不开心 但是呢 另外一种呢 就说喂 是很努力之下 争取得到一个和波 大家觉得很正的喔 他刚刚才说完呢 真是 今次不是老蕭又中了 今次是老摩 摩佬又中了 摩佬呢 今次真是中了 他刚刚上场说的 今场就是了 历战 去到差不多完场才追回 2比2 那是不是应该值得开心呢 说真的 他在今次的几招呢 就是有说的 虽然这球球呢 这场球是 这样追回来应该开心 但是呢 他都说他不开心的 但是这些就是叫做 好的不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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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的净 摩佬又好给你讲中 第三点 我可以告诉大家 Bernie 加上Sonday 他们的领队呢 都是很开心地走的 这一分 我相信呢 说真的 Sonday来到澳柱福呢 他的 Mission 他的想法呢 都是拿一分走的 我就没有看到他 他在赛后几招 我不知道他说什么 可能都会有点怒气的 但是呢 我都相信 暗底里呢 他拿到一分走呢 他也是开心的 所以呢 这一场球呢 我不可以叫做 满足了三个转往 但是呢 就满足了三个预期 预期就是 第一 再说一次 曼联仍然 保持住第二位 第二呢 就摩佬这些好的 不净 走的净 他自己刚刚说完 真的 摩佬又做 第三就是Bernie 亦都 我相信 都几开心地 或者不要说开心 几满意地 拿一分走的 因为一场球 满足了三个预测 或者不是叫预测 三个预测 好